男生的身高重要吗 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不是很重要 颜子比较重要 重要啊 两个人沾在一起好看一样吗 重要啊 不能太矮不能太高 高的结尾结不到你知道吗 高的结尾结不到 太矮了要低头 挺重要的 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1米75以上吧 1米75以下也还好 1米7以上就可以了 重要 不是很 摔得很高 就还是会有点加分 我觉得高一点可以长丑一点 但是一定要有高度 颜值 如果一个男生颜值可以的话 身高铁区不说吗 还好吧 175以上吧 180以上 最勉强的话就是 175到178左右 很重要啊 像我们这么高的 肯定要找1米9以上呢 重要 男生1米6以上都很矮 还好吧 因为我个子算是稍微高一点 我就觉得很重要 重要 还好还好 因为如果关于后代啊 如果比我矮的话 你不怕对吧 那是关于女性的好不好 那是男的 你知道 男的 你比较男朋友 很高 对 蛮受伸到 那你说结婚小孩子 小孩子更是等母亲的 对啊 不一定啊 如果你找到矮的话 你跟他在一起不觉得 这就别扭嘛 对吧 那比我高就行了吗 那个相当的牌 不重要 那你们能不能接受 比你们矮的难度 矮一点点可以接受 矮多了 不能接受 就是我也不行 跟我不能接受 哈哈哈 最终要一样的吧 对 最终要跟我一样高了 不能接受 为什么 下一站一下 下一站不好吧 多矮啊 是到这里吗 不要矮太多 就矮这么一点 不要再一两公分那样 差不多 不能 不可以 接受不了 没有安全感吧 不能 这个不行 非常不能 一定不能比我矮 一样高也不行 不能 不能不能 不能 绝对不能 比我高 对 必须得比我高 一米七五 一上 比我还要矮 我已经过矮了 不接受不接受 比我还要矮 那算了吧 那我不结婚了 那我不谈男朋友 那我当身发生了 有一个长得很高的宠 做一个长得比你矮很多的一个帅哥 我们要选哪一个 多丑啊 你看 好 我可以一个人走 一个人浪跌天涯 好像还是选矮了 来过去 这个颜值还是比身高要好 重要 第二 第二是穿高第一是颜值 好厉害 很矮的帅哥 比我矮的帅哥 因为颜值我觉得真的好重要 那以后孩子也矮怎么办 孩子矮啊 长得好看也会 就是如果是男生 然后长得好看也会有女朋友的 还是长得好看的吧 没什么 因为有中高协定可以凑啊 我可以都不选吗 不独中了 长得高的 丑的 长得高的 因为自己已经很矮了呀 能有没有又高又帅呀 过得去掉了呀 不能太丑吧 过得去掉了不能太丑 但是矮的话能矮多吗 差不多 矮一米呢 那也不要高了 要帅的话呢 可能看那个了 太招人喜欢了 如果看不顺眼的时候 都是还可以分的嘛